哈喽 大家好 我是Sky里小枫 今天又很开心给大家带来了第一视角的录制 有很多的网友都要吐槽我了 因为最近确实一直在备战WCG和忙一些战队的事情 导致我的Slow的视频也基本上是7天左右一更新吧 其实我这里倒是蛮多素材的 很好很多的一些素材 但是因为自己训练的原因 每天实在是没有时间来解说 也请大家多多见谅了 这不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盘呢 则是我认为其中是我今天刚刚打的 我认为比较好的一盘 而且这盘的尾巴是从战术 包括这个情节还有中间的这种一波三折的 这个战斗的画面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也是赶紧给大家来录制一下 以后录制的话 我肯定都会尽量的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 而且是更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 魔术三的解说吧 这盘呢我介绍一下我的对手 就说还是老对手虎王 可能也有一部分人天天问我说你怎么每天不是打 Kenshin就打虎王或者说打Fly等等这些人 其实这个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现在备战WC期间 我所能每天在QO上叫到的这种职业选手 基本上只有Kenshin、Fly、虎王、周希希 或者UD的OA还有无法证 或者说其他这些选手 像00、Infit、玉米 这三个人呢基本上是叫不到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00呢 他基本上是以赛在练 所以说很多时候叫他他都是不打 而且他的时差跟我也完全不一样 他是晚上通宵的来训练 我是主要集中在中午到下午 然后玉米呢也是基本上从来不跟我练习 当然这个也所以说我也叫他叫的比较少了 因为我知道叫他他基本上也不会跟我练 Infit嘛是因为他在打星际 所以说他也练的比较少 所以说现在每天我能叫他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人了 嗯 所以说练习过来练习过去吧 也为了准备WG就是这些人了 因为水平再差点呢 可能跟他们打的话自己的提高不会特别的多 所以说 嗯 这是为什么我最近录的这些第一视角都会和这些对手打的 因为每天和这些对手都要打个几十盘 其他的一些对手想打但是打不到 也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多见谅 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下这盘就像我刚刚初期说的 我是和虎王打的 和虎王打的呢 这盘我是选择了一个 啊 常规的这个祭坛 常规的这个祭坛的开局 然后虎王呢 我们看到他是首发的DH 然后是选择BR练533 刚刚大家也是看到了 这个地方呢 呃 我还是习惯性的练完 然后留下两个农民 造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作用是很大的 就是说你可以提供事业 可以买机器人 可以买飞艇 可以来照明 然后我在对手家呢 也是有一个Footman 啊 大家刚刚看到这个Footman 在不断的侦查对手 然后这里是有机会把这个地域就围在里面 但是虎王也是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过来 他想追下我两个农民 但是呃 追了进去之后 我当时是反应稍微慢了一点 如果我第一时间去堵那个入口的话 可能会堵住 呃 但正是因为我慢了这么一点点 给虎王了一个机会 然后在地域去顺利的逃了出来 这里我是选择了天黑开矿 因为我第一个在虎王家的那个Footman 我是看到了虎王是第一时间升二本了 那么代表了 他现在的AC最多是两个 然后等我到达我分框的时候 最多是三个 还是第三个AC正在往我这边赶吧 当然不排除他去晚上买用兵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虎王这里细节是很好的 选择一个小精灵过来勾一下怪物 把怪物提前打醒 然后这个小精灵还可以自爆 这个DH也是顺势过来这个自爆了一下 还好在这自爆之前我把第二个水人招出来了 他是爆掉了我两个水人的血量 这里我要想方设法赶走这个DH 因为如果你不赶走这个DH的话 DH在这里是很有可能抢你的怪 然后同时呢还能补刀补些其他的东西 这个DH还是在我看到我把这个野怪连 MF差不多选择强行上来 然后我这里选择不打野怪 宁可被野怪打 也要把这个DH先赶走 否则的话 这些AC加 加这个黄皮更烦人 这里我选择第一时间钻上商店 我大法师怎么还在掉血 这个怪物是在一直打我 这两个怪物一般这个 远程怪物的智商 他是不会来打大法师的 这里但是不会打英雄的 但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了 这两个怪物的仇恨居然在这个英雄身上 但是说一说还好我第一时间选择造了这个商店 那么现在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大法师藏起来 不要让DH再过来 因为我敢打赌 他的DH基本上是要再过来骚扰一次的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AC往这个 这个地晶商店的方向走得过去并隐身 我们看到这里DH也是过来了 过来之后 我现在的首要的任务呢 是把这个DH再次打回去 大法师是躲了起来 恢复血恢复的差不多了 刚刚那个AC呢 在我们看熊猫也过来了 熊猫过来之后 现在这个熊猫的酒火是比较难缠啊 这里我是用 因为我注意到这个地方 刚刚的红血AC隐身了 我就选择用DH商店的这个雷达来扫射一下 然后把这个AC杀死 地晶商店的AC为什么我刚刚不照呢 是因为只有一个Foodman在那 那个雷达的照射的时间很短 大概只有3秒到4秒吧 一个Foodman是不足以在3秒和4秒杀死那个AC的 这里我是在寻找机会围DH 熊猫反口给了我一口火 这里是没有围到 没有围到的情况下 我让卡位卡下熊猫位 然后我把两个农民反方向走 因为熊猫的酒火是 吐一下是能一条直线的 然后但是DH回来还是补掉了这两个红血的 红血的这个农民 这个地方我已经选择让大法师不在这里防守了 因为我看了一下DH的血量 他是打不够我4个Foodman的 我去对手的商店这个地方买好东西 买好东西之后呢 去对手家直接进行一个骚扰 这样说不定还能拆掉一些正在建造的BL 这个BL好了 但是里面有个BL说不定能拆掉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大法师 刚刚就是说 没有选择在这个分框继续防守的原因 因为我想过来拆BL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熊猫是买个单传 直接单传了回来 单传了回来之后DH也赶了回来 这个BL我觉得有机会拆掉 大法师是强行扛着拆 但是还是没有 还是被他建造起来 两个农民在修的时候 大法师和水人 一个水人是点不掉了那个血量 所以我选择撤退 在撤退的过程中呢 我在不断的用这个伏特曼去全地图侦查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我刚刚呢是有四个伏特曼 我在大法师去对手家的过程中呢 我已经把这个四个伏特曼 两两分队 等说分为三队 就是说一队往上面的分框 二队往下面的分框 其余的两个伏特曼呢 跟着我的大法师来对手的家里面 但是可惜 这个没有探到他有分框 而且也没有这个伏特曼赶过来晚了 也没有拆到他家里面的东西 所以说导致自己伏特曼也死了一点 这个水人大法师过来牵制了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伏特曼他不追我了 所以我发现我定型商店的高达 是被这个虎王买掉了 我们看一下高达正在他家里面伐木呢 所以说选择家里面适当的造上一些塔 就是说开完分框的话 我觉得造三个塔是完全有必要的 主框三个塔分框四个塔 因为如果你不造这些塔的话 万一哪个暗夜精灵选手 他突然也不说犯二 也正常的 就是说他不开框 然后就是随便练个集 我们看到虎王这里是选择开框 他开框好一点 就是我三个塔基本上是够用的 就我说一些暗夜 如果他不开框的情况下 他选择强推你 然后他有小鹿 有熊猫 然后还有DH 如果只有两个塔的话 那他只要小鹿随便一点点爆一个塔 然后再有一个塔 熊猫再随便一吐火 DH随便一扛 那你的塔是完全不多用的 所以说像我说的极限的情况就是主框三个塔 分框四个塔 呃 这是对操作比较有自信的情况 如果大部分玩家比如说对自己的操作没有自信的话 那我建议你主框可以六个塔分框七个塔 所以塔更多一点 毕竟你只有把你的双框守下来了 可能会更好打一点 呃 这里再讲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思路 我现在的这个思路呢 是这样的 呃 因为我看到了火王二本 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在这个小怪异的地方造了个分框 同时呢 又家里面又造了BW 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建筑上面 所以这里呢 我准备选择用一个二本的打法 所以我选择这里利用这个水人 那个扛下怪物 然后利用这个 呃 飞艇买上两个 工兵 同时呢 尽早的爆刺的人口 这里 奥本好之后 第一时间是 速起B2和这个BW 我们看一下火王这个BW 火王加的这个BW很好就好了 好了之后呢 这是啄木鸟过来了 这里有点麻烦呀 我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飞艇跑不掉了 于是我就把这个飞艇 就 里面的两个用兵留下来 这里我是招出来娜家 招出来娜家之后 是可以跟地狱去打一下的 然后把身上的这些道具全部交给娜家 把鞋子和这个攻击去转 因为这样的话娜家的兵剑的作用 会做更大点 而且可以有速度之后 可以去粘着地狱去 那的确选择了逃跑 因为他知道打过我 现在火王应该是在开矿了 他现在这个情况 那么火王既然在开矿的话 那么我就选择想办法练这个用兵 然后练完这个用兵呢 再买上一下用兵 让自己第一时间呢 到达80人口 然后选择一个强推流 就是因为我是先开矿了嘛 我的经济会比火王好一点 这里我们看一下火王的小精灵 是挂的到处都是呀 这个用兵里面也有一个 那么火王是发现了 我在这个地方练集 我也能预感到 火王马上就会抓过来 所以说我是 希望能够早点练完之力 然后赶紧走掉 但是火王来的速度是更快的一点 我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了TP 因为我想保存自己的红血单位 还好保存了下来 绿P没有死掉 这样的话自己还是蛮赚的 回到了分矿 因为分矿有商店 吃下小型的全恢复 然后补给一下 买上道具 这个时候呢 可能大部分玩家会比较迷茫 就是说这个时候该干嘛 这个时候呢 我是选择了 一个直升机侦查 因为 即时战略型的游戏 无论是行星争霸还是魔争霸三 你都需要去知道对手在干嘛 比如说我在不知道 火王在干嘛 我是 不敢随便去练大典的 因为我 对方小鹿 我现在的这个兵力 属于一个真空7 正在爆兵 如果我现在练大典 被火王一抓 那好了 就是一张TP 交给火王了 350块钱 可能一本TP 我说 这里我看了一下 我刚直升机 刚刚提前探了一下鹿 刚刚想练这个大典 就发现不对 怪物被勾走了 然后 直升机看了一下 发现 火王你在练这里 那好 就要留给你练了 那么我来练这个大典 就是 我这个部队的搭配 现在练任何地方 都是物体的大 但是如果想跟火王正面的交战 那现在是肯定交战不过 只是我选择偷偷的练 有个直升机在不断的侦查视野 这就是继续战略游戏的一个魅力 就是你的时候 你需要不断侦查 这里 火王也是发现了 我这个直升机在看他 选择一个啄木鸟 上来 想打掉我这个直升机 但是我也在时刻的操作 这里我发现火王是由 去我分框的这个意图 所以说我把这个 所有这个 单位的集结点 重新的设置了一下 设置到分框里面 不要让 不要让他 他再跟着部队过来了 你跟着部队过来的话 是会被中路拦截的 但这里还是被中路拦截了一下 破法 堵一下自己小炮的 位置呀 所以我们看到了 暗夜流人的小路 这个 毒的 有小路的这个被动带毒的情况下 流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因为这个地方分框有几个塔 而火王这一波呢 纯川次行单位 我加上分框的 适当的这个兵力 我觉得能防守住的 这又是一个破法 这个集结点设置的 之前设置的有点问题 一直没有设置到分框 这个破法是 跟着集结点过去了 火王是在我的分框 是各种占便宜啊 占了我三个单位 九个人口的便宜了 火王还是依依不舍呀 还是想拆掉 拆掉继续拆我的建筑 这个BR看来是要被拆掉了 这个一个破法 这样一—— 偶遇一头熊 在这个熊没有变身的情况下 我可以先抽它的一点膜 占了这会便宜 他的变身了 那算了 打不过你 我还是跑掉吧 这个地方 火王继续拆我的建筑 但是我就偷偷的练击 然后主矿再补上一个BR 人族暴兵 少一个BR都不行 少一个BR都不太好吧 继续练击 看能打出来一个什么好宝物 这个分矿这个地方呢 我抢完一个宝就选择TP 这个虎王有点得寸进尺了 现在一直在往我主矿里面逼 如果再不TP的话 我觉得会稍微有点麻烦 但是回城之后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回城之后 我发现虎王的这个单位 很多都是红铁 就是他熊王应该放博马 放的差不多了 我如果刚刚不回城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自己继续练及 靠分矿的兵力再撑一下 这样的话就能把虎王耗在这里 但是很多时候怎么说呢 就是说总感觉别人 他已经推到你分矿了 然后都已经在打你的塔了 如果不回城的话 自己兵力不够的话 很有可能被对手一波摁死 这也是人的一个 比较害怕的一个心理 属于这个地方 我刚刚也是犯了这样一个失误 现在我这个人口 是抱的差不多了 然后准备再买两张团补 开始利用现在虎王兵力不多的情况下 就像刚刚我也看到了虎王 大家也看到了虎王回城的时候 只有那么点兵力 但我相信他是有一些熊的 只是那些熊不知道现在有几头 但是不管了 我是一本开矿 开矿之后选择了二本八神口打法 那就要第一时间打上来 这里我们看到了虎王这个人口 目测一下有70多了 也有将近 应该有将近70 再等他以后 随时可能80了 这里是直接就交战了 交战之后两个虎王的两个三个 这个金龙已经变身了 我选择且战且退 但这个熊猫的这个输出是有点大的 这个我必须想办法的来耗一下 这个第一区加熊猫的血 这波我连我的彩目机 连高达都带上来了 然后后面的小炮在不断的输出 但是小炮还在输出 然后这波呢 就是一个阵型战 看谁的阵型更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区在切我的阵型了 熊猫也在切我的阵型了 我在想方设法的点熊猫 然后熊猫是往下被我点了一点点 然后再选择往后面再撤退一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再吃一张团补 那加深的团补也吃掉 吃掉之后 我们看一下第一区顶起了无敌 不断的切我的小炮 这个好消息呢 我是把对方的这个正面部队终于打退了 坏消息呢 后面还有一个DH 在不断的切我的小炮 这种DH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bug了 然后这两个金银龙 然后刚想 哎他这里发现 这个小鹿且战且退都打到商店了 然后我的三个农民也是跟着这个小鹿 A到了商店 那么 这波 八神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DH 又要过来切我的小炮 这个那加在这个地方我要买两张团补 谁说 算了 送给他一个小炮也无所谓 这个地方呢 我是在人口上占了一些优势了 所以我选择准备强攻他的这个基地 分矿 这也是人族先开矿 速到八神口的一个打法 就是说 毕竟我的经济比他好 然后也中间没有犯什么特别大的失误 那么肯定是比他先到八神口 然后再利用这个团队战 只要打好操作就可以 这个分矿看来火王没有要救的意思 哇 主矿里面只有一个小精灵了 这个彩精灵里面 这波火王不救的话 那么他后面应该不好打了吧 我觉得 毕竟我现在还是一个八神口 而且团补很好的状态 而火王呢 火王选择了继续练击 火王应该是只有一个矿吧 但是又不太像 给我的感觉 感觉火王可能有其他的分矿 不过火王这波部队还是不太好吃啊 这波又再次交战了 但是再次交战 我不准备这波和火王拼 因为我的阵型实在是够烂 有点太烂了 而且我因为有很多部队的集结点 是刚刚设在家里面 因为害怕火王在这个 中间拦截我 所以我这波选择TP 这个回家 这个补给一下 然后给娜家的魔法 更多一点 然后再选择去交战 而且既然我现在是刚拆完他一个分矿 我现在就认为火王是单矿的情况下 那么我是可以选择继续开矿 稳一点来打的 我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进攻的选手 但是在 进攻输掉了很多次 我觉得有时候该稳一点就稳一点 就是你能把优势无限扩大就无限扩大 所以现在我有点想选择 继续的 稳妥一点的开分矿 我没有选择和火王继续的对号 为什么呢 因为 火王现在所用的两个英雄呢 大家看到了是这个恶魔猎手 和熊猫 这两个英雄呢 可能 大部分人知道他们很厉害 但是 更多人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 这两个英雄呢 他就是暗夜很喜欢用这两个英雄 不断的跟你耗 耗经济 就是耗 拿兵换他的等级优势 一旦被这两个英雄 达到双六一个状态 那么人族的二十八神口的这个地面部队 二本的八神口地面部队是完全打不过这两个英雄 只有这两个英雄的情况下 那就可以 平A人族的六神口的部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再加上三神口的熊鹿 也就是说他只用五神口的部队 就是肯定打得过你八神口的部队 如果他有 八神口的部队 那就简直打爆你二百神口的部队了 我觉得 所以说这两个英雄 真的是 如果被他们换兵换得很多的话 是特别麻烦 所以我选择稳一点开个矿 就是我要打 就一波把他打死 要不就不打 因为 不断的跟登号的话 打到这里我们发现虎王还有一个分框 怪不得虎王刚兵力那么少 而且那个分框小兵力那么少 那么我现在有点麻烦了 这个 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那么这一波呢 虎王是选择了来A我了 既然他有个分框 那就代表他的部队应该没有那么多 这一波 正面上我一定要想办法 A过他 但是现在这个阵型 我还是不得不拉扯 吃掉了 一张裙补 人族可以看到人族这种八成狗部队 如果没有群补实在是太夸张了 但这一波又是被虎王把这个 他的这个 部队完全穿插到我的阵型里面了 那么 我是选择了 没有犹豫的TP 为什么我选择TP呢 因为TP了之后他刚刚所有的单位 被我耗了一轮血 同时呢 啊 应该是 很多熊也中了缓慢 小肉的魔法驱散也差不多了 那么这一波我们看到虎王是选择强打我这个分框 我是选择 救了过来 然后同时 是直接是站到了一个先机 把虎王的阵型给拉断了 但是虎王这个高爆发的部队还在不断的爆发 但是这波我刚刚的群补没有用完 还是有群补的 群补买的比较多 这波我在且战且队 这个熊猫应该是没有多少魔法的 但是他还是能够放上几次救火连击 这里我大发出有点危险 吃个血瓶 再往后面退 让小炮不断的在后排输出 我看到虎王是不断的追着我的大发 然后我也得不断的点他的熊猫 这里是有机会杀熊猫 不知道这个熊猫是否有TP 熊猫有TP 选择了回城 回城之后 这波交换完之后 我的人口也下降的蛮厉害 在这里虎王 我们发现虎王是有一个失误 这个熊猫是 刚刚因为走位太靠前的TP 哎呦虎王是暂停了一下游戏 虎王说这个键盘有点问题 但是这几头熊 跟键盘的问题是不大 因为刚刚这个熊猫 我们看到被我那家点之后 选择了TPTP之后呢 这个熊猫的走位是比较靠前的 熊猫既然走位 走位比较靠前的情况下呢 所以说就留下这么几头熊 这里既然留下了熊 我是有机会杀掉 杀掉了一头 现在再杀一头 杀完之后这头我想围杀一下 围 这里大家无视好了 居然没有围到 毕竟这个熊没有缓 我们发现我想 娜压的分开点这头熊 但是看到不知道是哪 哪路神仙 哪个英雄 单传了过来 好我们看一下 DH DH单传了过来 然后皇上想对我形成一个包夹之士吗 那你这边的包夹的比较似乎有点弱呀 只有一头熊和一个DH 所以我需要再次的买上TP 没有钱我把这个大雪牌给卖掉了 那家 这货不太缺取 拿个大雪牌没什么用 急需的爆人口 刚刚这几波的这个团战 总感觉 自己的这个部队的站位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说导致打的比较被动 像刚刚那一波 我是把火王的这个部队从中间分开了打 但是都差点没有打过 幸好是把这个熊猫点回去了 点回去之后呢 然后 他的几头熊也是因为TP的这个距离不够 没有带回去 会这个时候 不过其实那一波就算帮你 但是他不TP的情况下 呃 当然熊猫就算熊猫保存回去 那么那波团战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能打赢的 不过是打的还是比较稍显被动一点 看来奥本八神口 韩的操作我还是需要改进啊 然后这一波呢 我就选择强打他这个分框 强打这个分框 然后骑手我就先点了DH和这个熊猫 但是DH直接就顶起来无敌上来又要杀我的那家 这里我那家身上也是无敌的 所以说我不太害怕DH 然后这里呢 我是撤了一下脱离金龙的范围 然后再次的点DH 然后我的这个大法师有点危险啊 大法师有点危险 这大法师还在被追 然后是这个熊猫 熊猫的一口火喷的时候吃一张团补 同时把熊猫身上的这个给驱散掉 这波DH 这个熊猫追一下 追完之后 然后两个英雄 他的两个英雄都不在这里了 那么这一波正面战场上 基本上我是打赢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DH再次单传了过来 DH保存回去 DH再次单传了过来 单传过来之后要杀我的那家 杀我那家的话 这里嘿嘿 我是有个无敌的 跟DH对刚刚了 这个DH这次还能跑到 又被单传回去了 我两个擦 这个熊猫单传的CT实在是太快了 熊猫刚单传完 就又单传回去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女巫 女巫有魔法 我手动施法 死闹了一下 死闹了一下之后 然后那家兵剑不断的追 把这个5级的熊猫给杀死了 杀死完之后 这个DH刚刚是 保存回去 那么代表他家里面的井水 喝完一波之后 应该没 哦不开 果然没有井水了 他是 用了一下月亮石 然后补充一下井水 那么这一波呢 我是有机会打掉这个分框了 这里 那家有点危险 这个DH又过来了 他只有一半血 不过他危险的话没关系 因为那家身上还是有一个无敌的 这无敌刚刚没有用掉 DH扛了个磨免药水上来 但是你这样扛了磨免药水上来的话 虽然我现在男无名魔法驱散不掉 但是也扛不住这么多破法的点呀 这波火王是有点 打的 打的那个什么了 可能怎么说呢 可能他也觉得赢不了了 就是不知道火王是否还有分框 如果他没有分框的话 他DH死掉 熊猫阿姨死掉的情况下 那么他肯定很难打的呀 现在开始继续的 拆了这个被我发现的分框 这这盘呢 完全的八神后的大型的作战 然后呢 一个八神后的思路 这里四个农民 本来我想他们去上面开框的 后来想想算了 应该在火王这个被我拆掉 这个分框的地方开框 因为往往 越危险的地方 可能就是 越安全的地方 很多时候 我们看一下火王这个DH 又是不要命的上来 对着我的大法师开始这个狂A了 这个DH死掉之后又再次买活 不知道火王是不是还有分框 还这么有钱 哇 这里看到了火王还有一个分框 怪不得火王 没有选择这个机器 但是还有一个分框的情况下 他刚刚那个DH 扛个就是扛个抗魔药水上来 那波有点太不明智了 这波我的大法师也到达了六级 所以说我提前的就把这个破法拿去探路了 然后呢 这个破法是探完路之后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分框 那么也是成为了一个传送点 可以随时的传送过来 然后这里呢 因为这个分框也爆了 我就选择 强开 也不算强开了 就是开这个地方分框 然后我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必要造塔了 因为这个时候只要正面战场能打得过就行 然后我大法师到六级 有机动性就可以 这波大法师第一天单传过来 要抢A掉火王的这个分框 火王但是有个坏消息 就是火王现在DH好像到达六级了 我看了一下好像真的是到达六级了 那么 DH6级的情况下 这波 打不过呀 很明显打 我这个部队这时候就像我说那样 看似我有八神口的部队 但是完全打不过 这个DH带二神口的熊鹿 他只要带二神口的熊鹿 就完全能够在他变身的时候 再加上旁边还有熊猫的这个九火连击 是玩虐人族的八神口的部队 于是这里呢 我是选择打游击 我刚刚两个女巫是互相的队隐身了一下 这个操作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是比较容易做的 就是你把两个女巫的这个距离 稍微拉开一点点 然后呢 用一个女巫剃到另外一个女巫身上 我是把这个女巫的这个隐身改建了 改成了剃 然后就说再用另外一个女巫呢 来这个隐身 另外一个女巫 两个女巫呢 都有个施法的时间 所以可以同时的隐身 那么这波因为DH变身 你变身好 你在拆我的基地 我不跟你拼 我就选择游击 那么这波继续的拆它这个分框 这个分框拆的话 虎王是选择强拆我另外一个分框去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在他家透明的分框 而这个这个DH居居然是单传了回来 他是想以一人之力单挑八神口的部队吗 这个恐怕是不太现实了 你在没有熊猫和这个熊子的情况下 我是不怕的 而这个地方呢 我是也没跟他强打 我是选择来 来拆他打游击 既然选择打游击 我就要打到底 而这里是单传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群体传送的时候 被他截留了一些部队 但是没关系 我是选择打游击了 永远不会给你打正面的 这里是用一个隐身的单位在这个地方 皇上应该发现不了 看到他这个主分框 等他回 回救这个地方之后 我就选择单传到这里 对 再次单传过来 单传过来强拆这个分框 哦 看一下皇上是选择打游击击 但是受不了这个群体传送流了 好 这盘其实 怎么说呢 这盘我觉得 自己打的还是有些缺陷的 比如说八神口的这个 交战上还是需要练习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盘应该是蛮精彩的一盘 所以说是录制出来带给大家 那么 最后在这个视频的末尾呢 请允许我给自己的这个淘宝店 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当然呢 就算是广告的话 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一些电竞产品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玩电竞的时候 想成为职业选手 或者想打的好的时候 都是想有一套自己比较好的这种装备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WE的产品 因为这个产品呢 是我自己亲自现在在用的 我用了 我知道 我有感觉 所以说 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告诉 就是说大家 就是现在这一套产品呢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页面呢 是我们WE现在一个这个鼠标 价格呢 大概是在199 这个鼠标呢 我觉得是一个 无论从外观 包括到这个灯光上 包括这个手感上 我都觉得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款鼠标 其次呢 就是我们这个键盘 我们这个键盘呢 是只有149的价格 而且最近30天也卖出去了70多键 也是很火热 这个键盘呢 它是一个半机械半薄膜的一个这个打造 但是它是一个偏机械化的手感 是我真的是蛮喜欢的一个产品 我们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这个来看一下 当然如果有一部分的玩家 比如说想要这个 想要这个机械的键盘的话 我在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下 我店里面这个Cherry的键盘 就是我这有个Cherry的这个MX3800 这个机械键盘 这个键盘呢 是只有399的价格 但是大家都知道一般机械键盘可能就700多800多 但这个键盘呢 它只有399的价格 但是它是一款真正的机械键盘 而且在这个手感上是很不错的 而且在我们大九人和其他人淘宝店就是卖的很多 当然我们摩托3的选手可能机械键盘买的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机械键盘 这个也是最近呢 我也是给我的淘宝店签了很多的这个签名照 如果大家现在就是在我的淘宝店购买任意产品 只要你这个跟店小二备注一下 就是你说你需要sky的这个签名照 就是可以给大家发送过去的 无论你购买的产品是多贵的还是多便宜的 哪怕你购买一个一块钱的产品 然后呢你说你需要签名照 也是一样可以给你发过去的 那OK本期的这个广告也达到这里 这个视频也解释到这里 也是谢谢大家观看 最近我在一直备站wcg 希望这个抽空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